炎皇圣主找我何事 说正事之前 我想先知道你的道伤 是何人所为 天皇招式 一扬掌 依靠手形变幻蓄力 融合多层掌风御地 常留下断掌印记 这是钟魁误出的招式 后来尽数交与炎皇长老 确实像天皇长老所为 看来雷尊并不完全认为 自己是被天皇长老所伤 炎皇圣主果然聪明 那人掌法虽像 但身法却不似我钟魁师兄传授 看 像吗 青衣模一样 有人陷害天皇 模仿易阳长伤人 若帝皇被挑唆 与天皇开战 玄皇怕是最能渔翁得力的 圣主聪慧 我这就折手调查玄皇 那么炎皇圣主 你的问题 我已经回答了 而你刚刚所谓的正事 是想让帝皇回归炎皇吗 我却有这个想法 但不知雷尊是否愿意回来 听说炎皇圣主 想要一统炎皇 我倒是有兴趣看看 你能否成功 钟离与帝皇 任凭差遣 圣主 冒昧打扰了 老夫此番前来 是想恳请圣主 放了我女儿楚凌玉 前辈 我什么时候抓了您的女儿啊 这当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慢着 大友 你好做棒啊 爹 你怎么才来啊 你不知道 我被这个家伙给欺负惨了 鱼儿 他真是您女儿啊 抱歉 多有误会 误会 误会你就可以调戏我 就可以侮辱我 就可以强迫我 还比我坐你腿上 摸我的脸 摸我的腰 摸我的胸 摸我的清白啊 雁皇圣主 不该给老夫一个交代吗 我去 既然你有如此担当 愿意娶我 那就这么定了 机长为师 圣主要娶妻 喜宴当天早些来 多喝两杯 好 父亲 你之前不是想要加入颜黄吗 如今我马上要嫁给颜黄圣主 就快些带领家族搬迁吧 对了 父亲 你快些为我们准备一座灵山啊 恭贺圣主 我定为你备一份大大的聘劲 这是怎么说不清了 这是怎么就说不清了 这事怎么就说不清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